当中式戏曲遇上西方文学名作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湖南省昆曲团早早便给出了答案 2016年为纪念中国著名戏剧家汤贤祖 与英国著名戏剧家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 他们远赴英国爱丁堡艺术节 用昆曲演绎莎士比亚名作《罗密欧与朱丽叶》 不仅在英国引起巨大反响 也为东西方文化交流 开辟出一条新路径 我们去英国的时候 英国的观众他不仅看懂了 还看哭了 而且我们连演了三场 我们的票是全部是满座 而且观众看完以后是无数次的鼓掌 无数次的羡慕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 也是非常难忘的一次这样的经历 回忆复英演出经历 朱丽叶扮演者湖南省昆曲团副团长刘杰说 在此之前昆曲除了传统的古装戏 鲜有现代剧目和跨界融合 昆曲演绎 罗密欧与朱丽叶 让他们看到艺术 其实是无语言障碍的交流 只要作品能直抵内心深处 是可以跨越国界 受到所有人的喜爱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昆曲 它有它独特的魅力 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艺术手段 也架起了我们和其他国家 一个这样艺术交流 有益的桥梁 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发源于苏州昆山的昆曲 自明万里年间传入湖南后 同湖南民俗和地方戏曲不断交融 历经数百年激烈 以位于湘南地区的称州为据点 传承至今近500年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湘昆 湖南省昆曲团团长罗燕表示 相较于流行广泛的苏昆 北昆 湘昆更显得偏安易渔 但却频频受邀赴外交流 这与其融入地方元素后 表现形式更加外向豪迈 带来的感官冲击更加强烈 密不可分 如昆曲经典折子戏 罪打山门 一般都是以罪权的形式 来表现卢之声的罪态 而湘昆用的却是 占十八罗汉形态来展现 这既体现出演员深厚的表演功底 又给观众带来了 不一样的视觉感官 卢燕说 近年来湖南省昆曲团 一直在积极培养年轻演员 并在坚守昆曲演出格局 和曲牌体的前提下 尝试加入科技元素 从舞美、灯光及服装、造型等各方面入手 致力于剧目和表演形式的创新 这是由于剧团的不断守正创新 外出交流演出时深受观众喜爱 让更多人欣赏到中国戏曲的魅力